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根据市场调查机构Gartner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4年全球半导体收入总计6559亿美元较2023年的5421亿美元增长21% 凭借AI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中心GPU需求激增 汇达以766.92亿美元营收首次攀升至第一位 首次超越三星电子和英特尔 三星营收656.97亿美元位列第二 营收增长60.8% 英特尔以498.04亿美元排名第三 Gartner表示 人工智慧AI基础建设的大量需求 以及记忆体强劲增长 是赢下2024年半导体厂营收排名变化的关键因素 汇达受汇汇图处理器 GPU需求显著增长 首都跃居全球第一大半导体厂 三星因记忆体价格上扬 得以维持第二大半导体厂地位 英特尔因面临的竞争加剧 2024年营收紧小幅增长 排名滑落至第三 此外SK海力市2024年营收441.86亿美元 增加91.5% 排名自2023年的第六名 攀升至2024年的第四名 高通营收329.76亿美元 自2023年的第四名 落至2024年的第五名 博通2024年营收278.01亿美元 自2023年的第五名 落至2024年的第六名 美光营收276.19亿美元 自2023年的第十二名 预升至2024年的第七名 研发科营收159.34亿美元 自2023年的第十三名 排升至2024年的第十名 另外由于供应链的不确定性 引发了大量需求 三星 美光和其他HBM生产商 正在加快HBM3E的生产进程 三星的HBM3E解决方案 仅限于八层 但美光有望与SK海力市 争夺头把交易 HBM市场收到了来自 辉达等供应商的大量订单 供应链正通过抢先征收关税 来应对不确定性 以免受新关税的影响 同样 据韩国媒体报道 三星和美光也参与了HBM3E的竞争 两家公司分别在8.亥和12.亥解决方案上展开竞争 因为HBM3E的需求相当高 与此同时 辉达也希望实现供应链多元化 摆脱对SK海力市的单一依赖 首先从三星开始 Cdaily报道称 该公司预计最早于五月量产 HBM3E 但仍需等待 辉达的认证 然而 鉴于黄仁勋最近对三星在HBM领域进展的评价 这家韩国巨头有信心 很快就能达成交易 鉴于三星在HBM技术方面 已经落后于竞争对手 获得HBM合同 对三星来说至关重要 为了弥补差距 获得 辉达 的信任 至关重要 Sysi Journal的另一篇报道称 美光公司有望取代 SK海力市在HBM市场的地位 因为该公司已经开始量产12层 HBM3E 据称该技术将于 辉达 得下一代 Blackwell Ultra B300 AI四伏器集成 据称 美光公司的HBM3E生产线 已经受庆 而且 该公司是竞争对手中 积极扩大产能的公司之一 因此很明显 美光公司想要夺取最大的市场份额 而目前 这个份额掌握在SK海力市手中 可以肯定的说 HBM市场的扩张还没有停止 随着业界将目光投向 HBM4等下一代解决方案 美光和SK海力市等公司 就有绝佳的机会利用它们 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 百达基金Pictet Asset Management 正在重新买入三星电子公司的股票 压住该晶片制造商的股票 比其竞争对手更能抵御市场波动 尽管百百达基金的驻伦敦高级投资经理 Yang Jay Lee 在2024年下半年 掏售了三星股票 并大幅削减了科技股持仓 但他现在又开始投资这家晶片制造商 过去三年 他管理的6.83亿美元基金 讨赢了98%的同行 这主要得益于对科技行业的看涨压住 其在4月早些时候的一次采访中表示 去年三星股价暴跌后 围绕三星的负面情绪已被消化 他表示 鉴于三星不像SK海力士和台积电等其他晶片股那样波动 该公司可以在全球市场崩盘期间为其投资组合提供缓冲 此外 低阶商用记忆体晶片的复苏也有望使其受益 力表示 三星是这些晶片需求增长的最大受益者 需求改善将为此类产品带来更优惠的定价 此前由于难以获得挥达的高频宽记忆体晶片批准 三星股价在2024年暴跌32% 错失了更广泛的人工智慧反弹机会 今年该股在全球晶片股中表现出色 截至4月上旬 2025年迄今已上涨6% 三星在商品记忆体晶片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而该领域的需求正在反弹 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近期上调了该公司股票的目标价 称其有望受益于传统记忆体设备市场复苏的势头 中国Deep Seek的崛起 以及客户在美国总统唐特朗普宣布关税之前提前购买晶片的可能性 也有助于支撑该行业 而在逻辑晶片领域 三星貌似也开始突围 据韩国媒体日前发文称 三星计划于2025年11月量产首款 采用2奈米工艺的Exynos 2600晶片 若Galaxy S26机型 能顺利搭载Exynos 2600 三星有望借此展示2奈米技术实力 吸引更多客户 据透露 这得益于新任方坠事业部负责人韩真婉 Hongji奈米N上任后取得重大进展 它上任仅四个月 便着手优化生产良率并调整经营策略 全面检视了2奈米工艺的生产线和营运模式 不仅巩固技术优势 还拓宽了市场布局 据悉 Exynos 2600晶片采用Gate All Around GAA技术 相较传统FinFET工艺更先进 这种技术通过四面环绕点晶体结构 提升晶片效能并降低功耗 适合高效能晶片需求 三星此前已率先实现3奈米GAA量产 但受限于低良率 未能扭转代工业务的亏损局面 据悉 2奈米工艺的良率 已从年初的20%至30%提升至40%以上 远超3奈米时期的表现 在2奈米制程进展顺利的同时 三星已经制定更为远大的目标 则是1奈米制程 并且已成立团队负责1奈米制程的开发计划 预计量产时间将是2029年 总体来看 业绩认为 若Exynos 2600按计划 搭载于2026年一季度发布的Galaxy S26 将为三星代工业务注入强心计 助力吸引外部客户 不过 相比三星的2奈米制程 台积电的2奈米制程进度似乎更快 传闻 目前良率已经达到了80% 你将会在今年下半年量产 并且已经开始接受客户订单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 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